Vloga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Gemma 今天要來到Gemma的美妝小教室 還有保養喔 首先我化妝前呢一定會敷上面膜 讓妝會更服貼 這個面膜呢還有搭配這個精華液 然後搭上面膜 如果我想要利用這個精華液的話呢 我就會拿出我這個暗臉的小板板 我可以刮個五分鐘之後然後再來敷面膜 敷面膜囉 現在呢就要來擦上我的第一層 化妝前的第一步就是要擦隔離 我比較喜歡保濕類然後沒有顏色的隔離 然後我平常出門就是只擦隔離 但只是今天呢要化一點妝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我用的是這個的氣墊 就是我平常出門比較懶的用粉底液 但是我都用氣墊 為什麼這個氣墊有兩個呢 一個是就是打底的 這個好像是一個讓妝更服貼的一個膏 先稍微這樣子拍拍 有些氣墊呢會到晚上會變色 所以這一款氣墊到晚上膚色都不太會變 好 再來呢就是用這個氣墊 這個呢我就會這樣子揉一下 這個粉底呢就是我會大概從眼周開始壓 因為首先我是因為我想要遮我的黑眼圈 我就這樣揉揉揉 1 2 3 然後慢慢把它推開 用拍打的方式 這個鼻子這邊也要按一下 大家畫的時候呢一定要記得 這個輪廓線這邊一定要畫到 因為我常常看很多女生啊 就畫一畫然後很像帶一張面具 不會被嚇到 所以一定要連結這裡壓 然後這個髮際線這裡呢 也要稍微揉一下 才不會有顏色不均的問題 再來呢就是遮瑕 然後我的遮瑕是用這個 然後我最常用的是這個顏色 因為我就是會用中指 跟剛剛氣墊有點像 但是我就是會稍微遮一下我的下 那個黑眼圈的部分 這個呢真的好用的原因是因為 不會很乾 遮瑕呢就是怕會很乾 然後呢我會拿這個比較白的部分呢 有點像是打亮吧 鼻液亮中間 然後建議大家就是鼻勾這裡可以暗一點 我不能缺失的東西就是護唇膏 我會塗一層厚厚的 所有的底妝都完成之後 就要進行一個就是定妝的動作 那我定妝呢我最近不是使用蜜粉 我是使用粉餅 因為我覺得粉餅就是徒手這樣壓的話 會很容易很厚 所以我都是會用刷的 然後呢我很推薦大家去買這個大的蜜粉刷 因為我用的刷子都是這一家品牌 03E的 然後我用的這個粉 粉是這個 有點復古 但是它就是蠻服貼的 然後它粉很細 接下來就要進行 眉毛眼睛跟嘴巴的部分 首先呢我會先畫我的眉毛 我的眉毛使用這個 因為我本身算是蠻有眉毛的人 但只是我的眉毛是要補動跟補色 所以我選的是比較深的咖啡色的 這個眉粉 因為我的眉毛比較硬 所以我會使用這個眉毛膠 也是我最近的心頭愛 就是可以變成野生眉的這個膠 然後我買的這個顏色呢 是咖啡色的 眼妝呢我用的是這一款 就是這個 這個非常的方便 裡面還有一個腮紅 就是這個 橘色系的 然後因為我今天呢眼睛 就是沒有要畫很重的妝 就是淡淡的 我會使用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然後我會先用這種刷子 先打底 在野窩的部分 我會像這樣子畫 然後再用這個比較深一點的顏色 這個就不要打那麼上面 就會打在那個 雙眼皮折的地方 然後我再用淺色再刷一次眼窩 這個就是基本的眼影的打底 然後再來呢我會用這種比較小的 小的刷子 然後呢塗上我想要的顏色 就是這個 就是我會塗在我的眼睛的這個根部 然後接下來我要畫我的眼線 我會選擇眼線筆 跟眼線液 因為眼線筆呢 會比眼線液畫起來就是自然一點 但眼線液我是為了要勾 比如說眼尾的形狀啊什麼的 然後這個眼線液呢我本身就是 你看它是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 我先畫之前呢我都會在我的手上 畫一下 然後呢我會畫我的睫毛的根部 我會打開我的眼睛 我會畫在睫毛跟眼瞼中間 然後就看起來比較有精神 這個眼線筆呢對我來說 就是算是一個像是畫畫 然後再打草稿 比如說我要畫這個眼 眼睛後面 我會大概先畫一下 大概先畫一下 然後我會再用眼線液 去把它形狀勾得更完美 把它的形狀像這樣子勾出來 像我今天就想要畫眼尾一點點就好 這樣等等 然後這邊呢也有一樣 就是有時候畫的時候 要看一下兩邊有沒有對稱 接下來我要用下一盒呢 來畫像我的腮紅 這個腮紅 我覺得它的顏色很可愛 然後我會用這種斜角刷 然後這樣 往上 1 2 3 4 5 因為這樣會看起來臉比較修長 打完腮紅呢我就會來修塞 我會用剛剛那個蜜粉的刷子 但是我會先這樣拍一拍 把剛剛那個蜜粉刷乾淨 因為我覺得用這個大的刷比較均勻 比較不會一塊 然後我使用的是這個 這個非常的方便 這是打亮 這是修塞 然後這個兩個可以調色 不然這個修塞可能 畫上去我就會變小黑人了 然後通常我都會這樣 點兩下白的吧 然後點這樣子 然後在這邊調個色 然後呢這樣子 從這邊那 我會這樣畫圈的方式 然後把它修到我這裡 好 但我覺得我的黑色 可以再重一點 我還會有啾啾嘴 想說可以修到這樣子 我覺得我的臉看起來比較小嗎 就是更有輪廓感 然後最後最後粉 稍微殘粉打掉一點 然後打掉之後呢 我會用這個 然後去打這樣兩條 一條 兩條 打亮 就是這樣刷個一二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唇彩 今天要選的唇彩呢 應該會是偏自然一點的 這一款 就是這個唇彩呢 對我來說 很保濕 選的是這個顏色 我會先把剛剛嘴巴上的那個護唇膏 先擦掉 這個是比較偏橘的 我會先把唇彩呢 擦厚一點 然後我會拿那個衛生紙 衛生紙再把它壓一下 像古代人結婚這樣 我覺得它就會變成 最自然的樣子 這就是我的完妝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美妝小教室 希望下次再見 拜拜